本周重点提要 高雄城市祷告会 警醒时刻已经来临 21天进食祷告会 跨越语言隔阂 同心走入命令 第七届日本传道宣教会议 突破立场宗派开始宣教合作 一物牢牢的司马县教会 上帝亲自预备工人重建 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 古度瞭望我是陈凯丽 全台教会热切响应的 21天为国进食祷告 在3月底结束之后 不断地有来自各个城市的回应 4月10号到12号 在高雄就有跨宗派的 城市祷告会 在警醒的时刻建立祷告的生命 用祷告守望城市 高雄牧者合一协会 以及高岛屋 延续21天为国进食祷告的热情 从4月10到12号 陆续在高雄武昌教会 高雄灵粮堂 以及约尔灵粮堂 举行城市祷告会 邀请乌干达使徒 Denis牧师 前来分享 但是神说 现在要激动勇士 把教会唤醒 复兴 不只是让世界看到而已 而现在神正在招聚 所有的教会来归向祂 从拆派宣教的祷告 极度可牧的祷告 直到用祷告面对属灵征战 超过1000人次的城市祷告会 在合一为基础 发出祷告的声音 感谢主让这次 高雄牧者合一可以主办 我们高岛屋可以协办 帮助弟兄姐妹 也继续在一个合一的基础上面 整个地区性的教会 一起发出一个声音说 是的 上帝我们来回应你 从21天进岛之后 神继续帮助我们 在祷告里面苏醒 在知道现在是一个 征战的时刻的苏醒 包含我们在合一里面 继续彼此相爱 可是我们在灵里面继续兴盛 兴旺起来对神 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的 来抓住神的应许 但是我们也更靠近祂 在整个高雄这城市 我们有很深的合一的根基 那我们也渴望在祷告中 能够有一个突破 那特别今天晚上 Denis牧师再次提醒我们 教会该醒来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时候了 我们有合一的根基 但祷告使我们更扎根 在更深的合一的根基上 以至于有一个天上来的 蜀天的权柄 对这城市各领域 以及各职场的 弟兄姐妹说话 带来改变 城市的复兴 关乎祷告的声音 盼望合一关系 堆叠的祷告 会成为回应上帝心意的器皿 以上是QTV新闻中心 高雄采访报道 在台湾有常年耕耘本土 宣教超过百年的长老教会 也有二战后转进台湾的各宗派 华语教会 400年来不同的族群 在这个岛屿上共同生活 形成了台湾多元的样貌 21天为国进食祷告会当中 父老牧者提醒众人要彼此感恩 不分语言和族群 一起同心拥抱上帝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计划 我想在这里 我特别我想在这里 除了我们感谢神 在过去二十几年 让我们在合一的礼程上面 让我们看见教会跟教会之间 能够更多在一起 连结在一起 族群跟族群之间 包含原住民 客家 我们可以同行一起祷告 一起来 但是我想今天晚上 我里面有一个感动 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 最早来的是长老会的宣教士 就是后来这一百六十几年来 最早来的 他们从英国来 他们从加拿大 从美国来 然后在这里建立教会 我想今天我里面 特别有一个感动 我希望我们一起 特别求主 让我们一方面感谢神 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说 神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一起想到过去 带来神 透过很多的人 带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我今天特别希望说 我们一起感谢神 神把长老会的宣教士 带到台湾来 让我们更多来爱长老会 让我们盼望 那个复兴的火 点燃在台湾 每一个城市的长老会 祝我欢迎你开车 我们这家当社会 让你开车 求你这份丢了教会 关键的目标 关键的记忆度 在这个时刻 一个关键的时刻 让他们再来一百 苏醒起来 让他们再来一百 再招待他们的火 我们在黑教 有着丢了教会 又一次来黑教感谢 求你担担做工 我们来砍求祈祷 向亚草祈祷 社会来祈祷 阿伯 祝我们在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 祝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困求你社面园 通过因为 无言的关系 台湾教会 法国的教会 在我们的中间 所大来的不合逸 再给祝你 友善 求祝你帮助我们 无论是法国的教会 台湾教会 我们可以在 亚索基督里面 合罪 阿们 每一间教会 可以跟每一间教会 我们可以在 祝亚所基督里面 合罪 做会 当天 阿们 可以看起台湾的教会 福音 台湾可以 驾你 相对你的命中 阿们 主啊 我们祝福 领告 在我们台湾的 中乐教会 阿们 克祝亚所基督里面 阿们 这次二十一天进食祷告会 有一群年轻人也分别为圣 参与在当中 其中来自印尼的青年和我们分享 上帝给他的意象和感动 我 有一个写真 跟阿们 在我梦 我梦 在一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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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们 我不知道哪一群的地方 但后来 我给了一群 然后唯一 唯一 我可以读 是 的名字 是 或是 英语 是 叫 一切關於添orph觀 之後當我寄寄寫案件 神給我進一條一條 然後我做的事情 這次這次是一條詩ётся的 但是我不會找幾個回合 但我們是關於寫案件 神給我 有六個群的群人 然後他們成為例子 有完全的 хват彩的 是的,我們知道我們會聯繫,然後我們會聯繫 來分享福利 其實我沒有知不知道有多少台灣的俄羅斯 在我的夢中,神會有16個俄羅斯 原住民十六族的合一會成為一個完美的典範 阿里路亞 我們感謝你,謝謝你多年前 主要透過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傳到台灣來 主要謝謝你,透過台灣許許多多的看重台灣原住民 因此主,台灣原住民必須合一 台灣原住民的十六族必須合而為一 一同的,主要來興旺福音 天下正下福音的這個棒子,繼續的來穿揚出去 主我們謝謝你,卻聽我們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妹 耶穌我們,回應祢是你 我們同行合一 並且在教會中間彼此有連結 而這幾年我們更看重,不只是一個世代 是不同世代,可以世代同行 才能夠代代相傳,共同來承接神的使命 感謝主這次我們就看到,其實有比較年長的一代 壯年的一代,還有年輕的一代,走在一起一起的祷告 特別在聚會當中,我們看到世代的同行 也看到職群的合一 也看到許多不同教會中派連結在一起 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安全祷告 也為神能夠帶領台灣這個國家 能夠不但保守安全 而且能夠進入神給台灣教會的民地 這是這21天當中我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未來神要我們更專注在祂的身上 恢復起初的愛心 而當我們恢復起初的愛心 我們才肯花時間、付代價、夠聖節的生活 興起拿希兒的時代 而且我相信未來的時代已經不再是教會增長的時代 我們更要專注的是幕後的宣教 把焦點從教會內部的建造到往外的宣教 把眼光往外廣大的合場來看 而且特別是華人一定可以成為普世華人的祝福 而普世華人在幕後宣教裡面是站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我們一起這樣地來宣教往外看的時候 我相信華人跨出宣教的步伐 成為宣教的大軍 會成為內國的祝福 感謝主透過禱告帶下悔改和復興 GTV Japan也帶來最新的消息 每七年舉辦一次大約有一千間教會 參加了日本全國宣教會議 在去年底第七屆會議上有非常重大的突破 眾人感動將宣言改成 我們的禱告從中末開始 宣告在盼望主再來的時代 以禱告跨越立場、跨宗派、跨地域、跨文化 開始宣教合作 接著上個月3月14號在明古屋神兆基督教會 舉行的第七回日本傳道會議 會後的與委員會、幹事會啟動會當中 大家都開始看重相互交流和加深信任關係 共同發展宣教合作 國宣教合的藝衚・六臣 我非常期待在JC7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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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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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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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自从3月的日本RPG复兴祷告特会后 GTV Japan办公室受邀参加在第7回日本宣教会议的会后会 GTV Japan理事代表很有感触地跟我们分享 这段时间的领受和感动 我非常的感动 RPG已经在日本真真实实地点起了这个复兴祷告的火 那么开完这个RPG特会之后 各地的日本的这些牧者也好 弟兄姐妹也好 他们陆续地都给我们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美好的见证 我们就发觉确确实实 RPG就是一个钥匙 是打开跟上帝恢复关系的一个钥匙 我们看到这些牧师们 他们觉得有希望了 他们觉得这父亲已经真真实实地来到了日本 他们感受到那种复兴的一种火 他们从他们自己内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教会 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已经转变成就是RPG的祷告会 原来他们都是非常带有祷告使命的 或者是负担的教会 他们把他们的原来的祷告方式也改成了RPG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了 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华人教会本身对RPG 他们逐步逐步地愿意去进入到RPG的祷告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 并不是牧师他做了些什么 而是这些弟兄姐妹们 他们主动地愿意用RPG来祷告 我们觉得这个真实实实的神同在的祷告当中 就能够看见这个复兴来到教会 日本他是需要跟神恢复关系 那所谓的宣教就是跟神恢复关系 就是跟弟兄姐妹们恢复关系 我觉得这个更加的能够具体的 通过RPG的祷告能够更加具体的看到 我们宣教的果实 能够在各个弟兄姐妹们之间 大家都可以去做 通过RPG能够改变我们周围人的 弟兄姐妹们的这些生命 RPG复兴祷告真是改变关系的关键钥匙 祝福日本教会更多连结 跨越宗派宣教同行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台湾偏乡教会 不论是在牧养或是建堂的路上 都需要弟兄姐妹和偏乡牧者一同站立 今天要带您看一间在云端上的教会 司马县长老教会 坐落在苗栗县泰安乡司马县部落 在30多年前因为地层变动 导致整个部落还有教会 都处在土石流的警戒区 在教会还有各界的推动下 部落的重建也启动了 那教会经历了第一代竹屋 第二代石头教堂 到目前的第三代是由弟兄姐妹 自己盖的水泥教堂 也不堪大自然的冲击需要重建 那这一段还在进行式的重建路 我们一起来看 然后那段时间教会没有牧者 船长也很少住在教会里面 然后都在外面 所以来来去去的时候 然后会有就觉得 这个船长时间到了他们就离开了 斑驳的场面潮湿的水字很急 当云雾缭绕山谷 司马县部落成了云海圣地 但这间司马县长老教会 却因着山坡未至 常常抵不过大自然的推进 然后75年 一次台风之后整个地层滑动 教会刚好在地层滑动区 所以教会就开始慢慢地 就开始倾斜 周边的住民都慢慢地牵出去了 可是很特别是 大部分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都回来 教会这个地方也因为常年 因为在也是在土石流警戒区 当时盖的时候 因为是部落主人他们自己盖 凭着感动在盖 但是却没有经验在盖 把一面的墙盖在山壁上面 所以外面下大雨 教会会有那个寒洞 会有水会出来 教会人会用地中姐妹觉得 不太适合 他们就决定一下教会要重建 巧妇都难为五米之炊 会有有梦 但没有领头样带领 2017年 受托来到司马县教会的 陈宏毅牧师 他说他来的时候 已经有两年没有牧者在住 因为环境很难 留着住人 有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 会有蛇出来 而且很多来的时候 都是单身的女孩子 单身女孩子的话 一个人在部落 在教会生活的话 周围都没有 都是老人家 他会很怕 所以他们时间到了 都会跟教会说 他们要离开 我觉得很慢 小心喔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真的很慢 你那个水桶还是放在你前面 这里我们层住下来 我们主要是要来做 易卖品的加工的地方 像我们包生姜 我们制作果酱 这边的话我们就有部落妇女 他们在做 整理那个所谓的格外品的草莓 然后我们要做成草莓干 有这个加工以后 对于我们部落来讲是 我们有一点经济的收入 再来是我们也不会说 跑很远的地方去打林工 平常我们都跑到别县市 或者是他乡 已经有12年 幕会经验的陈鸿毅 形容上帝对自己的预备 有如打游戏怪兽 一关比一关难 早期的幕会在南投的深山 开车上山到教会 就要花上三个小时 所以他开始研究社区营造 加上自己从小就对农业 深深着迷 在中会里协助教会 农业与经济的发展 这些履历 网如上帝在预备他 成为了司马县教会 建堂的天选之人 布中岛 它取名的原因是因为 司马县这个地方 只要天气不好 或是下雨 或是封面过的时候 整个部落都会起雾 甚至一整天都在雾里面 就好像雾里面一个小岛 顺产李子 有着原生草药 独特天然的老江 是上帝为司马县 部落丰盛的玉备 陈牧师 善用部落农业 做品牌包装 让会友能自给自足地 筹挫经费 盖教会的梦 就快实现 刚好我就看到 这一家主人 他刚好去年挨末 我想说 他在家里面 可能走不太出来 我想说 要不然我们吸来养鸡 我就问他一鸡 他说好 他一口答应 孩子陪着一起做 做鸡疗养鸡开始有产胆 这样下来的时候 一个月大概有 一万三一万四的尽力 因为我生病以后 我就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因为身体 组建的很疲劳 冬一下就很疲劳 牧师叫我们来养鸡 身体有比较健康 我也告诉他们 教会健康是一时的 可是当我们这个做好的时候 把做好的时候 将来教会结束的 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 可以留下来 做你们的产业 所以说我们 不是只有做架工而已 像我们就也有 在做使用教育 我们就会鼓励 外面的教会 弟兄姐妹 消费的团体来的时候 如何从生产到制作 然后我们知道这来源 甚至我们也告诉他 路边的野草 那不是草 也许是黄金 里面很多是草药的部分 教导部落居民 要自己自足的陈牧师 让整个教会的重建路 走进了正轨之中 那我们也看见 他身边有一位贤内 也是一名牧师张竹敏 来自台北的他 进到这个部落之后 有许多的不适应 结婚不久后 罹患了乳癌 那并程当中 部落居民细心的照顾 还有陪伴 让张牧师对这片土地 更有负担 育后良好的他 带着更多从上帝而来的爱 为司马县教会的未来 一起来打平 右边这边就是未来部落的新建地 本来就是组合屋所在地 然后左边这条路 现在上去的左手边 它有很多芒草的地方 就是教会御定地 就会发现二代三代对信仰的 它变成一个文化而不是生命 所以在价值排序上 它不会那么前面 可是当我看见这个是这么 以基督信仰为文化的地方 是这样的时候 对我的那个冲击是更大 个头娇小 说起教会建造很有负担的 张竹铭牧师 是陈鸿一牧师来到司马县 开拓后取到的县内住 原本在台北牧会的竹铭牧师说 来到司马县后 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基督教部落 人人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否有让基督活在生命里 又是另一个部落课题 圣诞节的时候 可能忙的就只有少部分的人 大家只来参加活动 吃吃喝的很多人 但是到昨天做礼拜的时候 就不一定很多人 然后比如说那个酒精的滥用 老实说就是我来部落以前 其实我没遇过几个喝醉酒的人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不是很会分辨 谁醉了谁不是 儿校真的是曝露在高风险上面 然后教育资源相对缺乏 医疗资源也缺乏 你会看到他们身边就起起扑乎 起起扑乎 而在起起扑乎当中的时候 我们只是在提醒他的时候说 起码在信仰这一环节没有断掉 如果这个部落没有基督教信仰的话 会是怎样的一个部落 因着看见问题后的反思 让夫妻俩除了为远住民找经济出路 也要重视孩童的品格教育 几年下来要让孩子 对自己的部落也要有神圣的呼召 我先不说会友 说我自己 他们还没来之前 我就都觉得就是部落就是这样子 就是也没什么东西 那所以透过他们两个 就是不是我们部落的人 回来到这里幕会 我就从他们身上就有学习到 用更大的眼光去看 就是我熟悉的地方 有影响到我更为生 就是会去想说 为什么外面的人会觉得我们这里 就是都一直想要来什么 比如说来农室体验什么的 那为什么我自己都不会想要 那就是因为我自己 不够认识这边 我的负担 其实一直都是这里的人 就是我常常在跟他们说 我们要盖的是真教会 不是一个建筑物 是真正组成教会的人 一间如同风中蜡烛的部落教会 不再被动等待 大自然来定义兴衰 我并没有说设限到什么时候 起码是工作能够完成 如果真的要离开 我才会离开 两位牧者谈起教会内外建造的梦 会让人忘记教会的微笑 去相信神的伟大 在台湾 仍有许多的偏乡教会 重建的需求都还在现在进行式 祷告神预备更多的工人 还有资源能一起为有需求的教会 多走一笔路 最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消息 亚太儿少工程创办人 朱师美菲牧师前往马来西亚 协助当地华人教会的儿少施工 已经超过20年 许多带领过的孩童 现在都是当地教会主日学的核心成员 更在台湾和马来西亚教会 联合举办的巧诗有你 培训会当中担任重要的同工 马来西亚华人同样面对少施化冲击 超过40间华人教会 245位儿少童工 4月11到13号 在巧诗有你儿少施工研堂会 调整眼光 在游戏中实际操作 引导现在的孩子运用圣经智慧 可以去分享祝福 再过十年 二十年 我们的主学 我们真的要有更多巧诗 我们要怎么样进入人群中 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未来 马来西亚的教学法也是都开始改变了 以前是天涯寺了 现在都开始是孩子你要懂得解决的东西 老师也开始发现我也要进步 孩子已经走在我前面了 所以老师也开始有这样的心学 主义学不等于讲故事 主义学也不等于做手工 我们宝贵的信仰是要连续性 还有连贯性地将我们的信仰去传给孩子们 卡考出来的圣经 在按照马来西亚的状况 还有我们孩子的现况 能够怎样地把圣经的丰富 就倾倒在我们孩子和倾倒在马来西亚的这片土地 参加者有五分之二是年轻弟兄 也有香港教会参加 众人发挥创意将圣经猎王记变成儿少教案 一同发现儿少服侍的新可能 不要小看我们的孩子年轻 他们真的能做的东西是远超过我们能想象到的 他们所做的这些专题是可以跟一个大学生比较 学学去思考他们目前的处境 有什么他们可以做的 他们可以运用甚至里面只是去影响他们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学校甚至是国家 特别是少年人 他们一定都是在活动中游戏中 而且他们能够参与的时候 他们学得就更多 所以过来看过之后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应该怎样走下去 这场培训由台湾的亚太希望工程 朱师美菲牧师带领 台马教会合作服侍儿少已超过20年 台马牧舍共同提醒教会的儿少施工 父母亲不能缺席 主学老师第一个的应该是父亲教会的这些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教导真理的或是主学老师 我们就协助这些的父母亲去教导这些孩子 所以父母亲在这个角色跟主学上一定是教导信仰 传递信仰的第一位 主学老师只有一小时 但是爸爸妈妈我们跟孩子每一天如果四个小时 我们一个礼拜我们有将近三十个小时 一比三十 所以主学老师他可以是你的好的一个partner 但不太能取代这三十个小时 当年受装备的儿少如今已成为马来西亚教会核心团队成员 而少施工在跨文化跨世代的团队协力中将装备更多华人年轻一代兴起 以上是GOOTV Media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盼望更多的孩童和青少年一代一代不断地兴起成为耶稣的门徒 除了锁定GOO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关注Facebook GOOTV App Instagram 以及订阅GOO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 古都瞭望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好消息 十分之后